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这样子你们看到一个这么大的文件 然后把它那个怎么去处理这时候 那通常就很简单一个办法 那这样子 那首先你看到你看 我就转一个模式 你看我动一下都这么卡对吧 那显然那我开始画肯定不是这么画的 那画是怎么样画 你看到我把这个放大一下 然后我再把其中一个局部给你们看 哎 你看到其实这么有话 其实你看我这么转有点小卡 但是我一开始画拆的更细 然后你看到 能懂吧 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啊 我把这个先隐藏一下好吧 呃 就这些的啊 车格什么的 我换个词图啊 呃 对因为有点那个真的有点小卡啊 反正就很正常了 这个这个都很常见了 因为 所以这也是这也是那个湾路的一个落实 呃 落相吗 其实他他其实就是 嗯 然后这时候 哎比如说这样子 啊 啊 那你现在看到首先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边其实是我 我我就把这块给扔掉吧 好吧 我这里我就这块座椅我不要对吧 那我这时候我这有一块我是怎么样 然后让他那个对的那个位了 其实很简单的 我一开始画 懂 其实我就靠那个车底 然后这时候这样 Ctrl B 啊你看了会看到 对这个其实 就是呃能懂了吧 就是说如果只要我们这两个东西一开始画的时候 对吧 一开始画他的那个就是说我们画的尺寸 还有那个设定的一开始那个就是new feature 的时候啊 就new feature那边我们有一个设置毫米厘米的那个东西吗 对吧 那设设定好这个东西的时候 呃 我们只需要说啊 保证这两个一样以后我们就举步画就可以了 那通常肯定还是需要那我当时画是这样子的 我这里这个车底我我就一直保存着这个车底 然后呢 就大概按着这个尺寸对吧 然后还有这时候如果车底画完了 对吧那我可能就车底不要了对吧 留这个车身作为一个呃怎么说参考尺寸 那我就开始画这个外形 这样子能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每一块你你就你就先把一个东西模块化mojo 模块化以后 你看其实我一开始给你们说那个入门概念都是这样子 你看这里是菜单了 这块是工具了 所有东西都在这哪些东西一定在那 就找他一个绝对的一个绝对规律在那边 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 那现在我这个椅子我可不可以过去了 那这块我这样保存 你会看到我其中保存的会在这 很懂吧 然后这块呢也是一样 然后然后这块呃 最后就是说其实呃怎么讲呢 画成像我现在这样子车身轮胎 然后内装呃 然后这个引擎对吧 四个部分 然后最后组装在一起 然后这时候四个文件全打开 拷贝到这个文件里面 就这一个文件全包 那这个文件怎么样 完全不动的 你看我会在这里 其实已经那个图层我已经开好 你有看到有已经有颜色了 其实 所有颜色我已经都定了 我基本上你看里面的颜色 其实都出来了 已经都有了 所以说呃 你们如果文件太卡 你看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就要像我这样子 就是说把它先拆开 然后这时候记得所有东西就是说 保留一部分本来的用来给你定位 哪那个参考只用的 其他都不要 反正你记得有储存好 把文件分的清楚就可以了 分的清楚以后 然后最后把这些所有东西 Ctrl C Ctrl V 拷贝到一块 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好的这这样子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 文件太大怎么办 像你们有时候画有些小场景的 或者一些那个什么 呃 那个就是说一个怎么讲呢 比较不一样的场景啊 开出文件 就是说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场景 就是说或者是有小玩具吗 就那种玩具 比如说一个玩具 游乐园那样的玩具 对吧 那有很多东西的 或者是说呃 一个雷口那种 那就需要用就用犀牛的话 都是用这种画法来画 不然的话 除非你电脑真的很很很霸道 你那电脑 配置有人啊 对这个就这个 我通常设定就是毫米 除非你电脑性能真的能到那么霸道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如果到不了 我建议是说 像那个文件 如果总总额超过200兆的时候 最好像我这样画 会好一点就是拆成那么多的快啊 那好的那现在教大家讲一个 就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包装设计 那简单包装设计那尺寸上面我我就先不管他了好吧 那这样子那这个文件肯定下爆开啊对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是一个包装 你们都懂吗 平常看到那个杯子啊什么的一个方形的包装盒吗很常见吗对吧 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了对了 那首先这样子爆开以后对点着shift 呃点一下那个旋转去按着shift键 然后90度吗 他一定是 然后这时候再两个一起选 然后找一个对旋转点 然后再这样子按下去 然后往下拉啊 这个操作你们自己研究啊 我就不一步步讲了 右键点一下左键再按下去直的吗 再按下左键 然后左键按松开吗 然后再挪一下稍微挪挪哎 你看到重复一遍再来一遍 右键重复上一个功能左键 然后按shift再左键一下 然后再挪挪再左键懂了吧 就这样子 那其实你看到这样子一个包装就完成了是吧 能能懂吧这个意思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 对我们可能就需要说做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啊这个那当然这个包装 我是没有按着那个尺寸来画的 那我现在就大概画 主要是想给你们演示一下能呃对就这样子一个意思 反正就这样子 然后打开那个空看一下 然后打开那个apps 对吧 控制点是 哎 怪不得我那个开了 书房 嗯 哎 好麻烦的这个 嗯 嗯 打不开啊 可以看看 f10 ok 好可以 哦 然后打开以后对了 然后再把它一个面给补了呗 那就补上这个面 补上这个面 补上这个面以后吧 我们就一样 然后这些可能啊可能是这样子啊 我现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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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打脑响的我平常是想清楚 然后在那个的那可是这么一折折折折折折 然后可能应该是这个地方哎我们再来一个 对哎 然后这一块啊 这个尺寸不太对哎没有关系也这样大概有关系就好了好这样子 那就算是一个啊好吧那就这样子然后呢这时候要做事情就这个啊 呃 这样 这个选上这个功能以后 点一下对所有的线稿就出来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那也可以怎么样做也可以用那个三字图啊来做 哎对 哪一个三字图 make a dimension 然后make to de-join 也可以你看到其实也行啊 也可以这样子直接生成一个就是一个刀刀模我们简称那做包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坏个尸体打开 然后再加些边 然后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想清楚中间的一个逻辑关系就是呃 这些东西还算能想的 软件是帮不了你的 就里面的一个包装怎么去粘 对吧 他的一个结果在哪 有时候都上网看看 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那这样子一个张一个刀模型就完成了 呃 像之前 就19级还是多少有讲过 然后就按那些方法反dxf格式等等的 或者你可以放到air里面做一些平面处理等等的 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那再复杂点包装那就再展开那个吧 你可以就画一个这样子一个块 然后再把它展开就ok了 对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